今天给大家做一份豪华金枪鱼赤身 这是金枪鱼鱼背部分还没处理掉的 我们先把它分择出来 先从它金的位置下到 这样的话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板间桌面整理一下 我们进入正题 这一段我们取完的时候 上面还有一些金枉杖在上面 我们把它剔干净 现在我们给它一封回了 像这一段的话 我们通常是用来做一些手握 然后像这一段的话 我们是用来做吃身的 再见 OK 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段 一段给大家做一份 新鲜鱼的一个吃伤口 要和它背上的纹路 成十字形招叉 这样的话 切起来的话立地坑会更好 我们先给它收一刀 我们今天就用食煮一片 拿出我们的盘子 这是四川装的一个烧烙菜 然后直接放在这里 切好的 清香鱼 扣上去 接着我们用反手 切 我们再去移动 先修一刀 先修一刀 这样子的话大概一份自身的话 紧接好了 然后我们要给它装置 先修一刀 从这个是一个姜 像这个的话是一个腊根 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酱油 好 现在我们再切几片柠檬 这样的咀嚼 有点咀嚼 在这一刀 再一刀 这样子的话一份 九巧鱼的自身 会做好 然后至于是说 我们老板说整个吃 今天给大家吃点一下 先夹一块芥末 放在九巧鱼上面 然后我们把它夹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吃饭了 然后老板们想知道是什么味道 评论区有没有聊吗 作品本期更新 喜欢的老板 参加关注 感谢广考